我可以用台語的發音 剛才看到農業課程 很不錯,他怎麼說 我之前建一棵葡萄 建三年,建三年 你知道他長得多茂盛 長得到隔壁去 我剛才跟我們隔壁說 我們不要隔壁 因為他長得多茂盛 長得多茂盛 結果等一年、等兩年 數月很多都不會生茂盛 我剛才跟他抗議說 葡萄生得多茂盛 雜草那麼多 結果他剛才加到 結果今年 一顆而已 長得40串葡萄 結果繼續生長當中 他叫做蜜蜂葡萄 然後才知道 他有很多的養分 都去生的樹葉 都沒辦法去生果實 所以 如果聽農業的同學 應該常常很多知道的事情 會知道的事情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識 來 那這次唱歌的部分 你們應該 我們可以來看這首 你家受訓裡面 我先來介紹 我們歌謠裡面 很多名謠 第一首叫做 倫敦得理小調 來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 好 來 我先問一下 你家知道 倫敦得理小調性 這小調性 是什麼時候在用的 知道嗎 小調就是怕哀樂的時候 但是 這有一個背後 他藏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你知道這首歌是哪裏的名詠嗎 很多人都會知道 這是英格蘭 其實不對嗎 他叫做蘇格蘭 那蘇格蘭為什麼 他有這種歌 他就是要唱什麼 他背後有一個故事 你看蘇格蘭 蘇格蘭有看過嗎 蘇格蘭的風格 你們都知道說 蘇格蘭風格 大概都趨向 你什麼情況 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 他都穿了什麼 蘇格蘭的風格 然後呢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東西 你們猜看看 白鴻林 那個也有 但是不是主要的 蛤 答對了 風格 你知道風格怎麼做出來 風格 他們為什麼叫做風格 你看這個背景 你知道蘇格蘭 他不是國家 他到目前為止 那邊不是國家 但是他是為 那個大英格蘭 他還沒有英格蘭統治 英格蘭現在還有一個保守黨 一次他保守黨跟一個工黨 工黨就是工人黨派 他們投票之後 然後他們知道 我們自己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但是他到目前為止 一間 只日可待 他們的議會已經形成了 但是為什麼怎麼這麼做形成 這敘述就是 有22位蘇格蘭 10家人 來的年輕人 有一天他覺得 他說 是怎麼 我們建的農桌 建建的都被 那個 英國政府這樣給他收了 他知道我們的好處 都不會鐵了 結果 他現在天災地片 他沒有在管 所以 他自己覺得說 我們要自己 要獨立 所以22位 22位年輕人 他的開戲 就是 家家夫婦都把他吊一個管子 一開始 一開始 他不是說叫做風 他是把他吊到那個門 那個地方 因為蘇格蘭風很大 他風前頭 他吹下去 然後就會做出很美妙的音樂 所以他他去 這個過程 家家夫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吊到六個 就發現什麼 就發現說 這22位年輕人 他要去跟英格蘭政府對抗 他知道說 他一次他去 有當時去跟別人 真的沒有錯 走去跟英格蘭政府 那時候去給他 打一鼓之後 大家都在紀念他 開始 家家夫 都掛起這個風景 風灌 那開始是風灌 然後 有一些人 就跟他演做 今天 你如果去跟蘇格蘭的地方 他都會叫你唱一首 他都會跟你說 我們蘇格蘭有兩個修民謠 非常的美 都是跟我們的故鄉有關係 就是第一首就是 倫敦得理小調 就是二十二位年輕人 他已經去到這個 倫敦這個地方 然後 你們回憶什麼 來 跟他一起念看看 那些歌詞 沒關係 我們這個都有 來 第一首 這兩首都是 蘇格蘭的民謠 你們有沒有聽過風景的聲音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來 我幫你們聽看看 你們仔細聽看看 這首歌等一下就是 看看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好 那要 pau 就這樣 就這樣 誇張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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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对不对 你觉得那次灾害有没有很严重 应该相当严重对不对 好 那个921大地震以后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来做比较 在美国911攻击之后 很多在路旁的人他们都不会靠近 他也不会去进到里面要看看好奇 结果他们就只是大家手牵手 就是在唱这首Amending Grace 当他们歌声一出来之后 你知道有尸体一句一句将抬出来 抬出来之后 他们听到这首歌会感觉到说 他们心里面得着安慰 那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半夜2点 我刚好在睡觉 也刚好在睡觉 然后被摇起来之后 然后我以为那个只是稍微 停一下就会好了 没有想到我看到 哇 越摇越摇 摇到这个已经飞鱼寻常的地震 然后才往外面去看 才知道全部的人都跑出来的 跑出来之后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我第二天就接到一通命令 就是要去灾区里面看灾 那我就进到里面 在心意乡的一个村落里面 那村落里面呢 他那个时候我进到里面 你以为说哇 这个一定很严重 果然没有错 那个大路有的都是这样子补起来 而且有的路不能过去 他有一个村庄里面 他已经交通的已经中断了 很多物资都全部都是要用空口进去 然后你知道打那个直升机也很危险 直升机在山谷里面这样 有时候不会摔下来 但是我们到达地点之后才知道 哇 这里不对 那个在心意乡的山区里面 整个房子都倒了 然后有一家刚好没有倒的 没有倒的那一家是一个独居老人住的 然后独居老人在住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说我就一家一家去看 这一家能不能住 这一家能不能再重建 这一家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再建议 但是到他家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家很好 全部都好好的都没有倒下来 他家会怎么办 我就说阿婆 哇 你不错 你们家都好多多多 因为你们家是三个月来走 但是呢 唯一可惜你觉得这个阿婆的遭遇到最后是变怎么样 他也死 然后你知道他死在哪里吗 我看他念到他们家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阿婆 你们家那个灾区在深山凳里面 有很多胖泉水都没有办法喝 你们家那个救灾物体 被造天花板那么高 然后他还很得意跟我讲什么 就说你不满啦 这些我经历的呢 我每天早上在领个东西 我都排第一礼 我还辛苦了你知道吗 哦哟哟哟 那里面很多人没在吃呢 他说我这些花也没在乎 所以他不愿意把东西点净了 直到第七天有个逆断层之后 那个赈灾在标一下也是七几左右 没有想到那个阿婆就没有出来了 那个阿婆就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之后怎么办 我就开始一家一家去看的时候就很奇怪 这一家阿婆怎么办 没有出来已经三天了 以前如果租货都在第一礼 那里面赈灾品都在第一礼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排队 但是看到之后没有了 没有花草带 刚才去看的时候就说 啊你们家的东西都辣了 才知道那个阿婆 被他自己的那个赈灾品 他带着的三天都在国家中 他已经断气了 那个东西都拿起来之后已经死掉了 所以呢你从这里可以看到说 我很希望看到你们能够学习一件事 就是多去关心我们的国家 还是讲到国家太遥远过 至少你才关心一下说 我的家乡现在变得如何 那当然呢有时候 从很多的处境里面 我们很难去体会到说 我们这个家乡只可以带着 你要为自己的家乡能做什么事 我每次 刚才里长的说话都会说到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他每次选举的时候 他看的有你就是里长 那平常都比较快 然后有一次我们家那个路灯一间 开起来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 然后那边很暗的话很多人去 讲到这里就涉了 还在那里面 好像路灯底下都要喝这汤有点冻 然后跟公所讲他说你要去请里长出来证明 请里长来处理我说我里长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他说你去找就有了 我两个好久我们都很久了才知道我的里长就是那个 那在那里长的时候他说什么 他只简单回答一句说是精会不足 他说他有很多人 但是过没多久他在选举的时候他讲什么话 他说他终取好多的建设 他如果做一定后他要建筑很多建设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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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 好像没办法 但是他就是不敢告辞 那很多人也被我骗过了 那我就问他说他 里长那汤有点没办法 那汤有点没办法 那选举期间他们马上就补起来 但是选举后呢 你东西坏掉都不太可能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家乡里面本来是那么好 但是为什么撒纳之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去关心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在那边受伤 你知道在我家的门口 在我家的门口已经大大小小的伤痕 已经撞开了 每次撞得很好 都撞到我们家的门口 已经撞到我们家的门口 因为那刀就是看不到 结果一看到之后都撞到 就撞到我们家的门口 所以我在我们家的门口 要做一个互电 不去撞到我们家的门口 很奇怪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子 不是一劳容易的办法 我觉得只要靠着你们年轻人这一半 你敢改变一下 然后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们在做什么会最有兴趣的 我觉得你们很不错 今天还愿意来这里 你们不要觉得他后悔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因为你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隔壁也很多年轻人 现在都在哪里 都在公里 有一个叫做什么音乐祭 是不是 音乐祭我问他说 你那个门口怎么算 他说很小的 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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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顶一顶五顶 七千顶 还可以打折 算七千顶 他说 你们去那边可以干什么 唱歌 唱歌 你唱什么歌 哇 其实我才发现说 明天起来花都什么 当然不是说不好 有关系 觉得那个噪音一直这样子吵 你可能很少去看到说 台湾真正有哪些歌曲 很不错 那没有关系 来 我们现在这首歌已经有出来 这首歌 它就是 Amazing Grace 我一样一样解释 Amazing Grace 就是说 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Race就是恩典 How say the style 就是说 这个恩典 它好像有一个声音 这样在告诉你一样 虽然它是一首 很多教会影片都在唱的歌 不过 你看到那个黑人 每次在唱这首歌 他都唱不下去 因为他都在流泪 好 他说The step of rage 就是说 这个拯救呢 拯救可怜的 像我这样可怜的人 我以前 I was what you lost 我以前失去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 我以前曾经瞎言 What's bright but now I see 你知道说 我以前曾经眼睛看不见 但是现在我看到了 我跟你们讲 你们昨天 听那个秘书长上课 知道说台湾 这个地位 你们有没有很惊艳 会不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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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说 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很高 抗跟惊讶 我是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听说中国的那边的人 他用一些办法把你骗 骗说 那个中国那边武警要过来这边 当我看到这一条新闻以后 你看 如果台湾全部布满了武警 中国的武警 你知道那边的人 那个武警怎么处理 他们百姓的事情 那个 啊 公安 对对对 那个地方 我去过一次 我问我这辈子这世人 我歪不去 因为我们在那边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旁边有开车 去给他弄了一个老太婆 弄了一个都真的死去 你知道公安来讲什么话吗 你给他弄了一个真的 有死不死 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死去 我看那一定死去 因为 就砰 然后就整个人倒在那边 那个年纪大概有七八十岁 结果那个警察到的时候 你知道他跟我们讲什么话吗 如果在台湾发生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 赶快就医对不对 然后他们警察来就跟我们说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你们是台湾来的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你有多少钱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大概五百块人民币 他只有比这样子 这样子给他我们就可以走了 我们就把钱都给他之后 结果他就叫我们走开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 一个人命五百块人民币 那如果有一天在台湾也是一样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你如果 我们不是在说很衰的话 如果说你看这种持络力撞到 然后大家都说来来来来 这个你只要几块钱给我就可以走了 我觉得在中国那边的人命好像是比狗还不足 你若撞到一个那个军官高干的狼犬 冠军狼犬的话 你可这项子不得了 但是撞到的没有关系 只要请给他就可以算了 所以你想看看你们来到这边 我希望说你们头脑能够清醒 能够看清楚说今天不是这个国家的地位 不是说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再关心就好了 因为我也曾经跟你们一样年轻过 我也曾经二十几岁十几岁 我十几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 可能还比你们现在更疯狂 不过我想起来很幼稚 以前事情很幼稚 那没有关系 我如果在明天我再跟你们介绍说 我年轻曾经做过什么事 那我希望你们把这首歌词能够留好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 好 那希望你们真的提起精神来唱歌 好不好 好 谢谢 立正敬礼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给你们看 如果他给他提到这首歌词 准备学生了 我们把那首歌词给我们 我们把那首歌词免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